昨天我漏看了一场比赛 至今特别后悔 不是因为我多么热爱体育 而是因为一个大家都懂的原因 那是一场史上最搞笑 最尴尬 最雷人的全运会女子橄榄球决赛 是的 作为第一次能够在电视直播中的姑娘们 她们厮杀抢拼 这橄榄球 已经是非常刺激的了 这还不嫌够 我们的主角们还上了一段特别牛的闹剧 你说都入秋了 天凉了 大家火气也降降吧 来看一下 我杀 我抢 我拽 我顶 我翻滚 看姑娘们如此玩命的厮杀 上海现实版速度与激情实在很刺激 速度非常快 走路 刺激还没够 怎么穿黄色球衣的妹子们保成了团 这边激情依旧 那边溃然不动 害得伦家 进球进得爽到家呢 我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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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情况 没错 这边是昨天进行的全运会女子橄榄球决赛 山龙队对抗北京队时发生的闹剧 由于橄榄球正式成为奥运会比赛项目 因此全运会也是第一次举行这项赛事 自然是受到了各方关注 然而这种关注却遇到了事无前例的尴尬 在上半场以15比0领先的山东队在下半场表现的更为凶猛屡屡抢得先机 然而当北京队在防守上发生严重错误 两名队员被拔下场后 他们认定西班牙籍裁判判决不公正 在教室卫果后 他们采取了罪牛决定 罢赛以示抗议 七位姑娘围成了一朵灿烂的菊花 绽放在绿草坪上窥然不动 任凭对手驰骋球场疯狂得分 这一状况让观众唏嘘尴尬不已 包括正在直播的解决员 现在山东队是在 可能这也是出乎他们自己的意料 在比赛中进行了一个半场无人防守的进攻的训练和展示 尽管比赛监督一度终止比赛进行调解 但也未能改变北京女汉子们的决心 最终这场闹剧 山东队以71比0的宇宙得分 取得了首届全运会女子橄榄球冠军 赠一个爽子了得 但是这种胜利的喜悦 并没有因为最后的一些插曲而打折扣 比赛固然重要 竞技精神与宽大的胸怀同样更要重要呢 云乐新年地女子橄榄球太欢乐 编辑报道